黑色星期五啊 这个杀跌可不浅 你看就在中午之后 我们给这个位置要向上涨的 那为什么下跌呢 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 有很多故事可讲 在这儿今天我不大说 因为啥咱们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下周 那么今天给大家强调两点 第一大家看这里 北上资金也是在下午的时候突然跳水 那这里面是不是又是先前那条消息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知道 外盘砸盘 砸谁盘 外资砸我们 另外大家再来看这儿 这是很多权重指标股冲高回落 这是个主基调 那么最近这些天都是什么样 大家来看 最近这些天呢 咱们先看星期三 星期三滴开滴走 尾盘跳水 再来看星期四 星期四是什么 你看 是不是也是高开滴走 尾盘跳水 那么又到了咱们今天 今天这不也是吗 就是高开滴走 尾盘跳水 那这是什么架势 有朋友问 说帮主啊 咱们这个位置不应该看多吗 没错呀 那么3000点下方 现在又到2900附近了 2900附近我是坚决看多 那么这个位置先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 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大家仔细瞧一瞧 这又出现下跌 那么还是没有跌破前方的这个低点 2930 今天最低点达到了 看2940点 为什么是这个点 最低点到这儿 古邦给大家算过一个账 那么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一个月一次的 古纸期货交个日 那位说一个月一次 听得怎么这么刺耳 就是这样 一个月一次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 古纸期货交个日 俗称割韭菜 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们以为摆人家割了 但是没想到 下午 人家就给咱们来了一个回马枪 所以说今天大盘的暴跌 这是有人在做空 这个下跌 如果按照咱们阴谋论的话 这个位置呢 不咋地 如果按照形态来说 这个位置还可以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加速赶底吗 那么如果加速赶底的话 我们说为什么要加这个数 因为今年 未来到年底的时候 还有十个交易日 就收盘了 那位说真的就剩十个交易日了吗 我们想想都知道 大盘 今年呢 又风风火火一大年 可是还没赚着钱 你仔细看一眼 上方的压力 这在哪啊 这不就是年限吗 3089点 3089点 不就是去年刚刚好好 收盘价吗 那么今年 剩下给主力的时间可不多了 剩下 你想想 如果从这要涨到3089点 足足要上涨150个点 能涨到150个点吗 说说大家现在心里都有点悲催 忙了一大年 除了这个五月之前 好像是一波上涨 但是还没参与上 为什么呢 五月份之前上涨这一波 刚开始是中字头 后来是中策股 等再后来就下跌 跟我们散户没关系 散户谁能买中字头 谁能买中策股 谁能买全中指标股啊 你不买它就涨 结果涨完之后 这一波下跌 踏踏实实 我们散户是挨了打的 那么散户挨打 我们该怎么办呢 看好 那么在这不得不说 2923点 2923点 就是10月23号 创了个低点 那么再说到就是本周一 本周一探底回升 直接来了一个宽幅震荡 那么当时咱们就指出 这个位置是什么 这个位置就一个震荡整理区间 什么区间 就是上下 这是一个不太宽幅的震荡 底下是2930点 上方是3000点 那不就是个70个点吗 你看一看 70个点玩了我们两周 那位说股民已经习惯了 玩就玩吧 那么接下来走势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是不是该给咱们一波真正的上涨啊 因为已经用多少点 大家看啊 已经 3089点 已经磨了我们一年了 如果再往下看呢 磨了两年了 如果再往下看呢 磨了我们五年了 如果再往下看呢 磨了我们十年了 那兄弟们 在这个位置 如果看到这儿 已经过去七八年了 是不是好歹也给我们涨一涨啊 因为啥 外盘 我们看看外盘 美股 道指 什么样子 道指 已经创了一百多年来的新高 而且昨天前天分别创新高 我们中概股都涨了 那为什么我们A股却不涨呢 难道我们A股被全球的股市边缘化了吗 如果真的被边缘化了 那还炒什么鼓啊 那位说 我们不要这么消极 对 因为啥 现在大盘又来到了2900点附近 在2900点附近的时候 我们要坚决看多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呢 是不是之前这几波都打到低点之后上来了 这不就是道理吗 如果这个两道杠 再回到啥 两道杠又回到了足足 回到了三年前 是不是这样 你看三年前 这个位置还在2800点 那现在呢 我们又回到这个位置了 如果再往前看呢 回到了不是两三年前 回到了五年六年七年十年前 那么大盘这么多的横盘震荡 不证明说我们 我们经济不好 那经济好 是不是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啊 那么为什么要我们出来嘴里都还牢牢骚骚呢 很多人甚至嘴里不干不净 说的都是一个事儿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没有看到资本市场的红利 我们散户 那么建立资本市场是什么 那不就是为了更好的扶持国家经济吗 也就是人家上市公司能融资能赚钱就行 那我们散户资本市场要好了 经济 晴雨表不就是股市吗 人家这些上市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 就连股王 我们说一说 股王去年都赚了六百多个亿 今年也不少 还在增长 那这么多的钱 我们怎么就享受不到股市的红利呢 别着急 有一句话 业内说的好啊 叫做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那位说拉倒吧帮助 这哪是三年不开张啊 这都十年不开张了 八年不开张了 我们也得开开张 对 这就叫横有多长 数有多高 对吗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仔细往看 一年以来 我们现在 这不仍然在一年前的低位在横吗 甚至仍然在一年半两年前在横 不管怎么说 那这个位置能横住就是不错的 这里面有一句话 叫位置决定性质 那现在这个位置够不够低呢 如果认为大家感觉到这个位置够低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悲观了 那来我来考你一道题 你是希望这个位置已经在高位 未来会下跌 还是说这个位置是低位 摸一摸 未来上涨 而且会涨很高 你选哪个题 很可能我们很主要 我们要选择后一个答案吗 就是这个位置 只要它够低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只要我们所有这些东西 很多人都要躺平了 行 只要你敢躺平 那未来给你带来的 就是一个丰厚的回报 那么说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下一周 下一周这个位置 真的要是触底反弹 跨年行情来到 那我们是不是散户 一片云才全散 散户就是属于的 七秒钟记忆 如果你能给它 掌上五天十天 甚至二十天 什么怨言都没有 什么骂这个嘴里 啦啦啦啦的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就会说 我们还是这么好 不过我给大家个建议啊 古事 是经济的情语表 经济并不差 那么早晚会给我们回报 这句话都已经说的 磨破的嘴皮子 更主要的是什么 那么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呢 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把重要的放到明天 放到周日的中午 周日的中午 下周设计会 我来讲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 我是古邦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明天早间还有早播报 明天中午 我还有小赵加餐 如果大盘出现 绝地反击 换句话说 跨年行情的话 我们提前 是不是得选好国 那好 怎么选呢 明天中午 我小赵加餐 给大家来讲 好朋友们 明天的早播报 小赵加餐 包括周日中午的策略会 见